這次在網上找到翁靜晶小姐的七身人旗 翁靜晶也算是一個才女 我很敬佩她的方形 因為這幾年清宿佛門的事件 全香港人過了之下打假和尚 她做得非常之好 她的時辰佛指 她的時辰是同學在圖景之中拿回來的 這個時辰是對她人生的命運 我相信她出生的時辰是相當高的 因為對得回的 對得回的完全可以拆開 那種情名 翁靜晶小姐來講 她的時辰佛指 大家看到了 我們輸命來講 通常以出生那一日為主 翁靜晶小姐來講 她永恆屬金命 屬金的 這個八字來講 金木水火土基本上是沒有欠度的 基本上我們叫做 古人說 金是甚麼來的呢 十方聖情裏來說 金在天為月 在地為沙礦之金 所以這些金我們叫做最好怎樣呢 就是能夠在沙礦掘出來的時候 能夠使得金光在燕 我們叫做 所以新金不是喝水塗 喝水塗塗 比如有時候金光在燕的時候 有人會聰明 甚至乎會成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